歡迎大家回來第356集的《只要有電影》 希望大家會喜歡這個頻道 幫忙訂閱 按鈴鐺 comment like and share 另外追蹤我本人和《只要有電影》在Facebook的專頁 今個星期想跟大家講一套國內的電影 可能長次真的很少 事實上它開畫的時候長次已經少了 但其實電影在大陸來講是來頭相當猛烈的電影 電影名叫《解密》 為何會來頭這麼猛烈呢 最主要原因就是導演陳思成 陳思成以前是一個演員 後來做了導演之後幾乎是未失守過的 最主要失守這個意思是 他在商業上高是未失守過的 譬如他的唐人街探案的系列 譬如他之前的一部作品叫《消失的他》 每一部收起碼是三十億四十億五十億的 而他自己也有成立了自己的製作公司 也有很多新導演跟他拍 其中也有一個就是我們之前說過的 馬來西亞的導演奧文利 他拍的《誤殺》和最近的《默殺》也相當買了 在暑假裏面 《默殺》推出來的紀錄 我一時未查尋他的最終紀錄 但當時我講的時候已經去到十三億 應該可能去到十四十五億 解密就是陳詩誠在《消失的他》之後的歷作 推出時間其實是在《默殺》後了一點點 但竟然那個成本好像聽說是耗資三億以上 但竟然開畫出來到今天為止 我錄影的時間只收了三點四億 可以說是損失慘重 我想尷尬的地方就是 一個新導演的作品竟然比他更加賣助 更加受好評 但anyway 我都對這個電影是有些興趣的 最主要的原因是他的原著 他的原著就是中國一個很出名的 我不懂怎樣去界定他 因為他寫很多類型都是間諜小說 中間也有很重的科幻 又或者是推理的成份 其實他以前都有兩部小說是拍過戲的 第一部就是原著叫《暗算》 就是由麥紹輝和莊文強 改編了《聽風者》 就是梁朝偉周遜主演的 另外一部就叫《風聲》 主要是大陸演員 兩部電影的成績都不錯 這部就是他第三部搬上銀幕的電影 但其實他還有其他的小說 都拍過電視劇 包括《解密》 2016年的時候都拍過電視劇 《解密》 整個從寫作到改編的過程都挺有趣的 他首先就是1991年已經開始動筆 先後推稿了17次 經歷了11年的時間 去到2002年才正式出版 大家出版之後就很受歡迎 到今天為止已經是翻譯了33種不同的語言 當年一推出的時候 其實已經被中國小說學會選為2002年 中國長篇小說的第一名 也提名第六屆國家圖書獎 和矛盾文學獎 但其實他出版了三個月之後 麥家收到一個神秘電話 告訴他這個小說是涉嫌洩漏國家機密 說這個很重的罪名 要求他立刻下架 麥家立刻四處奔走 因為那時候那些年度小說的評審過程已經開始了 他就要求中國文學長 啟動所謂一個秘密評審的過程 結果這個評審的結果 就是23名的評審裏面 就有21名裁定他沒有洩漏國家機密 所以就可以順利出版 繼續順利買 在2007年的時候 這部小說被英國的daily mail 選為史上最優秀的20部間諜小說之一 去到2014年這個經濟學人 選了他是全球的十大小說之一 他亦都是第一部入選了Penguin Classics 即是奇我經典松書 即是中國的第一部小說 整個過程很曲折離奇 那書是說什麼呢 或者電影故事是說什麼呢 當然我沒有看過原著 亦都聽一些朋友說 就是他那個電影版其實 是沒有原著那麼長篇 是刪斬了很多內容 但是從電影版來講 我覺得故事其實都相當完整 而且都是複雜的 那個年代就設在1940年代 其實主要是講一個天才數學家 的差不多大半生的故事 這個角色就叫做融金真 真是珍貴的真 其實從小時候已經是一個數學天才 亦都是被家人離棄的 這一段應該是在原著交代得比較詳細 包括他的祖母和父母 戲裏面就很快很簡單 其實我也覺得 一開始都有一些接收的訊息太快 一時間都搞不清楚 但無論如何是沒有緊要的 其實說他在差不多十歲十二歲 左右的時候 就被吳彥祖飾演的一個校長收留了 而吳彥祖本身也是讀理科的 亦都很快就看到這個小孩 是百年一遇的天才 自此就一直帶大他 給他很好的教育 去到他升大學的時候 其實他大學一年級 第一天他大學裏面有個美國的教授 這個教授是由John Cusack飾演的 其實他在這個戲裏做得很好 教授的名字叫做希伊斯 其實他第一天就破解了這個教授 給學生的一條很複雜的方程式 最初教授還以為他搗彈 但當他發現原來這個學生可以破解到 這麼複雜的形式 他都認定了這個學生是天才的數學家 立刻就去找他 而且要求容金珍一直跟著他 他做他的mentor 這一段期間容金珍這個角色 就是由劉浩然的內地男演員飾演 劉浩然如果大家有看早派 Anthony Chan的《閻東》 其實是兩個男生之間的其中一個 在大陸是相當紅的偶像派演員 也是很多時尚的時裝代言人 是英俊的 但是他為了這個戲 他就減磅減到不夠120公斤 減了20公斤 差不多是22、23磅 減到130幾磅 我想他犧牲都挺大的 就是前面的頭髮 拔得很多 而且越演越下去 就越來越光 也可能是特技化妝 但造型其實是相當好 就變得很瘦 加上他的演出 一看你就感覺他就是一個nerd 即是一個書呆子 但是是一個很聰明 很敏感的書呆子 至此他一直跟著John Cusack去學習數學 還有John Cusack是一個所謂的 專門寫很多program 很多附帶著密碼program的教授 去到國共內戰的期間 共產黨就找了John Cusack 就在南京的淪陷之前 就要求John Cusack去破解國民黨的 一封密碼的軍事行動 John Cusack拒絕和政治合作 但是就被這個容金真 即劉浩賢聽到 竟然自己破解了這個密碼 就交給共產黨 去到這段時候 John Cusack覺得我們不走不行了 因為再下去就會成為一個政治 可能是一個政治的犧牲品也好 被利用的人也好 就決定帶他去美國 但誰知道帶他去美國的前夕 劉浩賢受了傷 所以他沒有去到美國 之後共產黨直接找上門 更加這次開門見山地 跟吳彥祖說 我要你的兒子 其實是養子 我就是要帶他回去 吳彥祖其實是相當愛國的 國家有到這樣的要求 就把兒子交給他 自此劉浩賢進入了一個 所謂701工作室的一個單位 其實這個單位是一個很大的莊園 他沒有交代甚至好像半個山那麼大 裡面很多人在工作 從事一些秘密的國家任務 劉浩賢就被派到一個專門 是負責破疫密碼的一個工作小組 就是負責破解敵方 這個敵方是包括各種不同的外國勢力 特別是美軍的一些軍事行動 軍事情報等等的工作 他一直留在這裡 負責看著他和帶他回來的 就是一個他自稱老井的人物 就是由陳道明飾演 結果被他花了很長的功夫 破解了一個紫碼的密碼系統 就是紫色的 原來這個紫碼系統是由John Cusack寫成的 原來John Cusack回到美國 也是為美軍擔任編寫密碼工作的主腦 其實John Cusack寫在寫密碼的時候 他已經知道這個世界上 唯一如果一個人有可能破解到密碼 這個密碼的話 應該就是劉浩賢 結果劉浩賢就破了密碼 美軍就大為震怼 而且美軍知道John Cusack 一直跟劉浩賢有通訊 但John Cusack發誓過 我從來沒有在我們的信件裡 透露過我的工作 而他這些所謂的書信 全部都被共產黨扣留了 甚至是打開你讀過的內容 甚至是無充劉浩賢 不斷去刺探John Cusack的工作 結果就累到John Cusack被美軍收監 在監獄裏面他瘋狂 但他還努力不懈地繼續編寫 就是黑馬的密碼 而這個密碼是劉浩賢和他的組織 一直都破不了 與此同時 國家到了文革時期 有一天劉浩賢說 叫劉浩賢來 抱歉 現在我們701基地 都可能會遭遇不測 所以你要出去了 但他提醒他 你出去了 其實整個國家已經經歷了很多變化 甚至他說 其實你的養父母 其實當時吳賢祖都死了 你的養母和他的女兒 都是有危險 你去救他 結果他就被老井的手下 帶了去一個會堂 那時有一群紅衛兵在進行鬥爭 那些紅衛兵當中批鬥 吳賢祖的老婆和女兒 劉浩賢衝了去救他們 幸好他有個老井的助手 馬上走出來 他差不多被人打得很厲害的時候 那個助手就拔了一個證件出來 我有證件 這個是國家英雄 你不可以動他的分毛 否則你會想和政府過不去 把他救了出來 後來他又繼續從事破解密碼的工作 然後有一場戲就是開大會 開大會 國家的領導人 就叫了科學家來 其實那一場就是 負責發言的人 第一個應該是周引來 他應該後面有個背影 背影好像周引來 所謂的破譯的工作 的 purpose是什麼呢 就是要製造原子彈 結果就因為這個破譯的成功 中國的第一枚的原子彈 就實驗成功了 但是接著 就是這個黑馬 依然是沒有辦法可以破解 那劉浩賢一直的破解方法 其實除了他本身的數學的能力之外 其實他都依靠著自己的夢境 來去破譯的 那就不斷 他發很多很多的夢 他每一次發夢 每一晚發夢 他都要將夢境記下了 他的theory就是 夢是人的subconsciousness 所以在夢裡面 他很多時候可能會找到很多 clue 所以這個戲其實是有 所謂的十場的夢境 就用不同的影像去表達潛意識的活動 到最後其實他是真的破解到的 但是他也知道 他第一次破了紫馬的時候 是害到John Cusack坐牢的 所以這次他就為了保護John Cusack 在最拉尾的時刻 他就叫了一個嚴教授來 然後將解密的方法 就說了給他嚴教授 以及向外宣佈 以嚴教授的名義 破解這個密碼 就救了John Cusack的一命 因為如果不是John Cusack 即是被人知道 原來又是劉浩賢破解的時候 John Cusack也不行了 最後在這個情節下 就完結這個電影 好了 首先我也要承認 這個戲其實 我覺得製作的水平 是真的很高的 其實是很豐富的 可以說是做到目不下級的 雖然你說有一些的視頻 他不是太過原本的 事實上也有很多評論 我看到國內的評論 都指出他受很多電影影響 譬如最明顯的就是 Christopher Nolan的Inception 譬如他開燈 關燈 劉浩賢用來提醒自己 到底是否在發夢 他就會把小燈開關幾次 這件事很多人覺得 跟Inception的陀螺很相似 另外司徒的關係 很多人覺得很像Good Will Hunting 就是Robin Williams和Matt Damon的關係 另外天才數學家的形象 那個角色也不會說是來自這個 Russell Cole的那一部 A Beautiful Mind 但我覺得這些都沒什麼所謂的 你也可以說他戲裡面 其實除了這些相似的 其實他在 特別是 當然那個戲下了很大的心思 是去堆砌那十個所謂的夢境 所以那個Visual的效果 我覺得有些都是挺驚訝的 譬如舉例 他有一個紅色的沙灘 整個沙的沙灘都是紅色的 加上一些海水 那個效果是相當驚訝的 聽說他好像用了很長的時間 才去做這個沙灘 譬如一些迷宮的影像 又或者一些金色的奴蝟的景象 有一些怪物 我都不知道是什麼 總之是一個龐然的野獸 那樣的怪物 但是動都不動 又有一個鏡頭 其中一款海報都是這樣的 就是他突然陷入在一個空間裡 周圍都是被一些好像密碼那樣的物體圍著 那後來我看看資料 就是原來那個周圍圍著他 那個是世界上第一台電腦 當時的那個形狀圍著他 很多樓梯 還有一個很華麗很華麗的遊樂場 有幾個摩天輪 到最後那些摩天輪就倒塌 然後有一個鏡頭就是 有一場戲就是 他在迷失在一個國際的象棋盤 那些象棋是很巨型的 他只是一個很小的人 在這個棋盤裡周圍很迷惘地走 也有一個鏡頭就是說他在一些機關那裡揣走 那些機關一直是好像 Indiana Jones 或者好像其實我們那時候 雨片那些 兩邊門一直迫近 後面又追上來 一直在一個迷宮那裡走 那這些都是一些 我覺得是趣味性很強 還有是在不同大小的程度底下 其實你會覺得是一種奇觀 畫面效果是很出的 但是我覺得這個電影最有趣 對我來說 最有趣最有趣的地方 就是跟爪娃娃一樣 我記得我講爪娃娃的時候 我覺得他的意念 雖然爪娃娃的意念很像真人秀 但是那個意念 他似乎有意無意之間 其實是在暗諷國內現在的一些政治狀況 爪娃娃的狀況就是 他其實是在說沈騰和馬麗的角色 為了去培育 培育他的兒子 令到他成才 所以他製造了一個貧窮的環境給他 令到他生成 而這個貧窮的世界 是完全是一個虛假的世界 換句話說 他是不是在暗諷 其實這個謊言的世界 就是等於國家呢 而且 那個教育的目的 培育的目的 不是為了他成為一個更好的人 而只不過是為了 承繼父業 就是承繼國家的權力呢 這個我覺得 在爪娃娃裏面 都很清楚給我看的一個暗語 但是電影其實到最後 又似乎 好像他自己不太覺得 然後又回到 他當然的結論 一定是要符合國策 這件事 我也不知道 這件事在國內的觀眾 他接收有多少 其實 解密是很接近的 為什麼呢 解密最可怕的地方 對我來說 就是 國家 接收了 甚至不是接收 是order 我要 容金真 我要帶走他 而 吳彥祖是基於愛國之名 是甘願 將一個前途無可限量 但是本身相當內向 相當脆弱 的一個這樣的人才 是雙手奉送 深甘情願 為國家效勞 而跟著的所有的漫長的一段日子 由他從一個年輕人去到他中年 他一直就是stay在這個所謂的701的工作室 其實這個701的工作室 就等於爪娃娃的那個貧民區一樣 而且 比這個 爪娃娃裡面的貧民區 是更加可怕的地方 就是他跟外界斷絕往來 他是不可以離開這個地區 而且 而且 由早到晚 24小時 都是要不停地去從事這個破疫的工作 要很專心 也都當然因為他在一個這麼封閉的環境裡面 他要忍受的很多孤獨 他要跟他的家人是完全斷絕的關係 甚至呢 到他成長的時候 我覺得很有趣的 我在Facebook都post了一個 一個短短的文字 就是說什麼呢 因為他的成長 他都是一個年輕人 很自然他的成長 他就有性的衝動 有性的需要 因為他是一個Nerd 他是完全 他從來沒有想過異性的這件事 他還沒離開他家裡的時候 其實 吳現祖的女兒暗戀他的 有一次就跟他開玩笑說 講起異性的問題 他就說 其實呢 第二天如果有個女孩子 差點耳去碰一下你 其實真的表示他對你有興趣 其實他有差點耳去碰一下他 但因為他當他是妹妹 所以他完全沒有connect起來 去到這個701的時候 其實戲裡面兩次 是有暗喻他有性的需要 而兩次呢 他的夢境裡面 都是看到有一個金髮女郎 一個西方的女郎 很友人地 是躺在草叢裡面 托著一個梳 隱約穿著一些比較性感的衣服 向著他微笑 那麼他兩次底下呢 一見到這個女人 approach他的時候呢 就一啪一聲 一咳他就醒了 那麼當然我覺得 這個很明顯 就是其實是暗示他有夢為 這兩次都是一個wet dreams 那麼到後來呢 其實他有一次呢 就是在草叢那裡走著的時候呢 他就看到有一幅圍牆 上那裡有一些鐵絲網 那麼他就產生了一個好奇的心 就想看看圍牆外出的世界 那麼就爬了上去 但結果呢 被一個女同志就拉了他下來 拉了他下來那一下呢 那女生很漂亮 那麼就碰了他一下 那麼他就想起 他就被一個妹妹的番茄 嚇到他就馬上走都走不及 那麼第二次又是 他又是差不多爬到很高 就是看到牆外的世界呢 誰知道又是被這個女同志 又拉下來 這次整個跌倒在地上 兩個人就一上一下 那麼一跌跌起身呢 就一咳就咳了這個女同志一旦 更加令到他心如撞綠 這樣就走了 那麼這件事呢 就報告到給那個老井的時候 那個老井就知道了 啊這個容金真春心動了 那麼結果呢 就安排這個女仔去找他 每晚去找他 那麼結果呢 他最後就娶了這個女仔 其實這個女仔呢 是肩負著去引誘 兼甲滿足他的性慾望 的一個這樣的任務 那麼當然兩個最後 都是在黨的安排之下 就成分 那麼所以我覺得 其實 氣的核心的內容呢 就是講這件事 就是一個人 所有行動自由 身心思想 全部包括你的性慾 全部都被國家任務 這件事呢 是控制著 所有的事情都是安排 那這件事是很可怕的 但是呢 這件事呢 是在容金真 即是劉浩然這個身上 是從來沒有過一個這樣的 知覺 或者 即是醒悟 那還有趣的一件事呢 就是那對司徒的關係 對我來說那對司徒的關係 就是一個中美的關係 因為他很強調 他是一個美方 都後來甚至跟美方呢 是做了間諜或者特務 或者是軍方的工作 那其實這對司徒呢 是亦師亦由 劉浩然是十分尊重這個老師的 他從來沒有對這個老師 有任何的誤會 或者任何的反感 當然他跟不到他去美國 其實他都是一個很大的遺憾 那到他知道這個老師 原來就是 其實他都很清楚 這個世界上寫到 這麼複雜的密碼的人 只有他老師 所以其實兩個人之間 一直是一個對譯的關係 那到最後呢 其實老師都輸了給學生 但是學生也都知道 因此而連累了老師 是受牢獄之苦 所以到最後呢 其實他是透過所謂嚴教授 這個中間的角色 向外流傳一個訊息 就是說 破你這個密碼的 是嚴教授 不是我 其實他是救了 John Cusick一命 所以這個中美的關係 是一個愛恨交纏的關係 但是 到最後呢 其實他都是留了一手 就是 救了這個 John Cusick的一命 但是 如果以目前的 國際的形勢來講 這件事其實是不可以容許的 因為美帝 亡我之心 是永遠不滅的 那我用什麼去包裝這件事呢 就很有趣了 開始的時候 當他還是一個小孩 哥哥的時候 有一場戲是講吳彥祖 就教他寫字 就教他寫 國家的國字 那時候還是一個繁體字 那吳彥祖教他 口字 和一畫 就是 人的意思 人口 人的意思 然後呢 上句呢 有一個哥字 其實呢 就是說 用武器呢 來到去保護 保衛這些人 人民 但是呢 外出呢 又要加一個 口字 加一個四方框 而那個四方框 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 國土的意思 所以其實呢 國家呢 是要用武器 去保護 它的人民 和國土 你們知道國家的含義嗎 這是我們 掌握古文中 出現的國字 左邊的方塊 代表土地 右邊的機器 代表兵戈武器 我們古人就懂得 要用武器捍衛的領土 就是國 甚至要不惜犧牲性命 是守護的東西 那麼這個思想呢 自小呢 就是印了在這個 劉浩然的心目之中 到最後 一切都平息了 他也都破解了黑馬 而John Cusack 亦都是逃過一劫 他很疲倦 那中間呢 其實是他跟妻子有磨擦的 因為那妻子又覺得 你整天 工作工作 你永遠沒有理我 到最後呢 他 在身心 完全是 差不多 倒塌了 的一個情形 回家 就跟妻子和好 那妻子抱著她的時候 她就說了一句對白 Sorry 我還要flashback一次 有一次呢 她其實真的問 John Cusack 老師 對你來說 國家是甚麼 John Cusack 就說 國家是我愛的人 我的家人 草地 雀仔 空氣 這個對我來說 就是我的國家 就是我愛的人 這場 她就很感嘆地說一句 她說 我現在才明白 我老師 對國家的解釋 意義在哪裏 因為那時候很甜靜 窗外也很多 鳥與花香 她說 的確 國家就是我愛的人 草地 小鳥 花香 但是 我亦都覺得 更正確的答案 其實是 我養父告訴我 的答案 所以去到最後 其實這個戲 是一個相當 愛國 愛黨的電影 這當然很理所當然 我不能夠 因為這樣 去指責導演 我都說過很多次 特別是國內 和我相信 我們現在 香港正慢慢進入的 一個階段 到最後我們都要 應服於 一個主題下 但我覺得 我剛才所說的 特別是701的工作室 她的一生被剝奪的所有 每一寸的肌膚 每一寸的頭腦 都是要 其實這個戲 最近我們看到 有一個報道 就是有一部主旋律的電影 叫做 一生交給黨 但結果出來 亦都買了很慘 其實這個戲 就是一生交給黨 但也很有趣 這個戲 去到最後 一個這麼明顯 用口說出來的 一個紅色的主題 竟然又是不賣座 因為 3.4億這個票房 對陳思成來說 可以說是近乎一敗塗地 是不可能接受的 那為什麼會這樣呢 是不是就是時間的問題 而且 其實它的時間 我覺得都很巧合地很準確 因為它的時間 其實就是現在的中美關係 好像是有所緩和 雖然我們不知道最後的結果 但是起碼 似乎最近 從一系列的國家 推出的很多政策下 好像是稍為傾向軟化的 那是不是因為中間種種的矛盾 或者去到剛剛它在推出之前 其實就是這些比較 比較軟化一點的政策 還未推出 而人民又有一個比較 比較激烈的一些想法 所以不再接受這些主旋律的電影 類到陳思成這部電影 是不買了呢 我真的不知道 然後去翻查很多國內的反應 我覺得有一篇文章很有趣 它也似乎是比較 是比較 跟陳思成這部電影 但是我覺得它說的時候 又很曖昧 很隱悔 我好像以前那樣 再說一段給大家聽 破疫工作 是一件吞誓人的艱苦工作 長時間的精神程度集中 和高強度的工作 讓容金珍的身體和精神 備受折磨 容金珍不僅與複雜的密碼鬥爭 更要與內心的恐懼 孤獨和自我懷疑作鬥爭 這一段其實和我剛才所說的 都有相近的地方 甚至其實它更加深入容金珍的內心 雖然它沒有像我這樣 放大到包括行動 包括性慾等等 好了 接著 它是很有趣的 它又要兜回來 它說 但相較很多孤獨 不被世人所接受和了解的天才 容金珍也是幸運的 幸運是括著的 它遇到溫暖良善的養父一家 有看重它才華的鄭某 有讓它得以施展才華的舞台 尤其是我們國家 有過一段充滿波折的當代史 封閉性的工作 讓容金珍意外地躲避了浪潮 免受傷害 我真的覺得這段說話 是很paradoxical 很曖昧 很扭橫折曲 一方面它又說到給我們聽 暗示給我們聽 容金珍在這個工作環境下 所要面對的種種的孤獨恐懼 自我懷疑 但一方面它又說 不是啊 其實它是幸運 幸運的地方 特別是它逃過了 它拉米形容的那個 所謂的浪潮波折 其實就是文革 或者文革之前的種種的 政治的運動 就是因為這樣 它好像在一個安全網下 它就不用被人批鬥 逃過了被人批鬥 被人迫害的命運 喂 這是不是有些自相矛盾呢 這是不是有些 真的在兜呢 所以我就覺得 我真的 和爪娃娃一樣 我真的很迷惘 到底它是 作為一個觀眾 它是看到一些東西 但又不敢說一些東西 還是它真心相信 這個電影 最後的訊息呢 這是 回到作者本身 是不是又是同樣的情況呢 就是這樣 還有一件事 就是 這段文字裡面 提到那個老井 鄭某 那一場戲也是很好笑的 那一場戲是怎樣的呢 就是老井叫了容金珍來 就是跟他說 你出去吧 我現在要放你走 因為我們都可能 會遭到問題 你去救你的 養母和 你妹妹 他離開的時候 其實 由頭到尾 在這個701裡面 容金珍最相信的人 和關係最密切的人 就是老井 然後就是他老婆 突然叫老井 他說老井 我有一個問題想問你 他說什麼 你問吧 他說 我們認識了這麼久 你和我的關係有這麼好 我想問 你到底叫什麼名字 誰知道老井 就說了一句 他說 我到現在都不可以告訴你 但我可以告訴你 一件事 我不是姓鄭的 我真的覺得 我頂你的肺 為什麼 原來他一直都在騙他的 然後在這個時刻 他說 其實我一直在騙你的 而容金真是 所以 當然那個鏡頭 我不知道他那個表情 是 我怎麼演繹這個表情 如果給我的話 喂 我真的 我真的會說 頂你的肺 你騙過我這麼多年 然後現在還說 把真相告訴你 但還是沒有把真相告訴我 而且好像 你把這個 你眼中的所謂 唯一一句真話 告訴我的時候 好像我要 appreciate你這樣 這個就是我對 解密整個電影的 我覺得是很有趣的閱讀 你當然可以說 我想多了 我的閱讀是過分了 我不知道 但起碼 我看電影的時候 我時候一直繼續 去翻查資料 一直是反錯 我其實都有一個這樣的想法 也是基於這個原因 我覺得這個電影 是很值得一看 當然一定要強調 即使我們不要計這些 從製作的level 從劉浩然和John Cusack的表現 從整個電影技巧的鋪陳來說 我覺得都是應該要看的